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我们见过面积最大 最最特别的 这不见勉强想念 好了 真的真的不得了了 这片头之量不开玩笑 一头位于日本东京天龙人都爱住的岛区之处瘦的 160平米地上37层 三室一厅塔楼公寓 就这么新的小王冠 你感兴它建于500多年前那2007年8月 另外估计老粉应该有点印象 其实这栋楼是我们第二次来看了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 眼光就不能跟个小孩子似的 总共39层 这次咱直接顶上第三层 认真天龙人上人了好吧 小位置方面距离最近的车站泄露 杰亚山主线的冰松金站土肤6分 度银大疆互建的大门站土肤6分 度银三田县的支公园站土肤7分 脱脱的黄金地段 除了雄霸一方之外就是雄霸一方 就你们可以先在弹幕上预判一波 才对的话咱直接把房子抽了好吧 很好小凯走一波 首先再次真诚感谢 Subshack VPN对本质影片的赞助 大家的VPN也推荐好几次了 每次都会收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真的确实好用 今天赶紧再来安利一波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会有那种 无法使用国外网站或者国外APP这样的困扰 但只要用了Subshack VPN之后 再也没有这些烦恼了 只需要切换IP到你想要的国家 就能正常查看原本无法连上的网站 Subshack可以加密你的互联网操作 尤其是如果你常常在外使用公共WiFi的话 Subshack不仅可以防止你的个资被轻易窃取 还可以保护你的网络使用安全 像我平时在国内线上购买一些录音设备 或者在日本网上购买点狗狗用品什么的 位置IP不同都不能买 那Subshack VPN就可以更改我的IP 所以无论我在哪边 都可以通过对应位置IP订购网络商品 变得特别方便 或者大家也可以在出发旅游前 先用日本IP订购网络商品这道饭店 在旅游时就可以提前拿到订购的商品 时间和寄购的问题都得以解决 既方便又省钱 还可以保护账物安全 然后还有最棒的是一个账号 可以在无限制数量的装置上使用 不管手机还是电脑都可以下载 现在点击链接 Subshack.com-11HAO 就可以想专属优惠在家4个月免费 如果有感谢小伙伴 快点去下方影片资讯栏连接哦 OK一波剪辑这就开始深入敌军内部 时隔多年楼里小环境还是那么的朴素解约 并且除了管理员吧台这种机操之外 当年的门卫大爷居然还在 别问我咋认出来的啊 问就是瞎编的 大开说不说带个大爷啊 不是啊 带个门卫的塔楼确实少见 再配合里外双重防盗门 安全程度记得来了都得气得直跺脚 无功而返 再来内部攻击5台电梯 并且不分楼层等级 确保整栋楼里483户人家能够和睦相处 为你点赞 于是我们小眼一闭两腿一灯 瞬间来到37层 整体小部分明显高级了不少 尽管还是迷宫般的酒店走廊风 然后镜头离电梯最远的一处 则就是今天的主角 然而我们7749步来到门口 小门略显低调 我们二话不说 只能一猜 哇 这 小玄关可以说高级道路 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进去 应该是咱目前看过最有排面的了 那老鞋个盆栽 我想想一会儿到底车上装不装装下 OK你们玄关是大家所见 无论大小还是层高 不能说是毫无对手 只能说是毫无对手 你就看到脱鞋数量这种小细节方面 最是想让你多穿几双 避免一会儿脚一凉绷着别人 贴心 再来到了这个级别 武器柜肯定两边都得有 小话小说就略显多余了 还是弄上几把出云柜 冰棍拍龙啥的 完全在拉满 下面也都是鞋柜 你以为就这么点空间吗 不能够 玄关第一扇小门拉开来 啊 有的是空间 究竟能放上多少双 掐指一算 你们说 小门把手还给包上了皮 都是细节 今天准备深入走廊 先前面鼠眼 东张西望一圈 一二三四五六 咱先不看啊 七八九 呃 虽说你的走廊 的确又长又大 但足足九扇门 以后每天在家 都得开两百多次门 你就 有点东西啊 兴奋了 刚好那么于是乎 知道你们也期待了半天 外面这37层高空小事业了 所以必须放到片尾队 对着大家胃口 怎么会 三二 走你 哎等等 电动窗帘忘记显摆了 重来 右手东京塔麻布台六本木 左手东京湾台上彩虹桥 中间方向天气好的时候 富士山则会带领着全山 成为你的跳王 我就问这般景色 能不能换你们手里 没硬币 那么此时如果你觉得 看室内没啥感觉 差点意思的话 没关系 那咱就出去看个过瘾 如果你问我身处在全日本最昂贵 最最好恨地带的37层高空之上 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一定会认真负责的回答你 小孩子少管 可以说此时此刻 各位眼带下方 整个城市中心的繁华街景 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 熙熙攘攘的车流 人流 甚至众生百态 仿佛正在演艺一场 永不停息的生活交响曲 临此致彼的高楼大厦之中 一位我们熟悉的优雅守护者 屹立于城市中心 仿佛在向每一个路过的人 讲述着东京的故事 好了不尬吹了 王少少的句子是真不行 下回还是我自己来写吧 那么顺便再换个视角 带大家歪一歪博 治疗紧追悲 从你我他做起 再来阳台部分 正经挺老长一条 你说这一排小板凳放好 一人收200大阳 上来观赏打卡拍照一下啥的 一年一个小目标不过分吧 里面好像还有几下门 本频道是二大特色之一 一会再说 玻璃外侠也是绝对的点金一笔 确保你人在室内 也丝毫不影响观赏体验 回到另一边 一张复古到起皮的复古小说 和一把毫无使用痕迹的小影 糟糕 这下有痕迹了 既然这样 那咱就一不做二不休 坐下来好好带兄弟们感受一下 太舒服了 话说往期咱每次看塔罗 都看不了夜景 知道你们也计算好几年了 那就再见很几年吧 不对 今天为了你们啊 播出去了 让我们一套祖传祥指 进入夜间模式 就眼前这幅画面 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 真就是一副几百年 好像都买不太急的景色 卖的不错 以后不许了 于是回到客厅 台场部分的视野也毫不逊色 数码宝贝里的东京小湾 电视塔 彩虹桥 以及技术一流道飞的小飞 一切的一切 是如此的宁静之余 这样不是别人的房子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不然正想坐上窗台 好好欣赏放松一会 至于中间的富士山 因为今天云多 不太明显 实在看不太到 我特意给房东跪下 轻易的拿到了一张 他拍的富士山照片 真的美啊 所以 富士山呢 行吧 有笔没墙 很好 那么七七八八闲聊几句 拖了一大波时长 非常开心 接下来咱拍拍客厅 61平米的空间 比人31厅还要大 就是你的不对了 并且层高也丝毫没有妥协 3.4米这个高度 无需我多说了吧 最后到了兄弟 弹幕扑波9894 34567 那么也因为面积实在是宽敞 所以就算分出餐厅客厅两块 并且用的全是大好家具 但依然还能渗出不少空间 讲真不拿来放个 三四台动感单车 实属可惜啊 以后咱粉丝 谁买了这房子 可一定要替我感受感受 另一边一张超大 也要自沙发多少有点离谱 整到老大以后逢年过节啥的 资金都来你家过好吧 早倒退了 来为了给兄弟们更好的观赏体验 我只能勉为其难的 啊微微一躺 你们说这一天天过的叫啥日子呀 也太逼了吧 最后床台边上 其实还带了一整排隐藏室收纳 给你放上各种家伙 便于谁赖着不走时招呼 雷青 小饭桌摆得略显心机啊 有东京塔相赔 是真下饭呢 触摆部分各式细节满满 首先倒台必须不能落下 而且外面一圈空间利用了一波 做了牌隐藏是武器贵 万一朋友来做客时不听话 能力压制 遗迹里面还有扇门非常重要 具体通往哪里不重要 冰箱终于是双开门的了 太不容易 既然如此我只能赔一倍了 那么整个操作空间有多充足 字不用多说 外加双水藏设计 优素万石洗脚洗手 就能完全分开 设计的相当用心 再来最最关键的三口煤气 配合旁边阳台外的东京小塔 这三锅番茄炒蛋炒的 一高兴还能给下面路人分享 分享你的厨迹 无声巅峰 顺便说一下外面头躲的情网绕柱 当然油烟问题看来也无需担心了 于是王转身 微微一个响指 要不还是算了吧 那老鞋个柜子 厨房空间多倒头皮发麻 然后厨房这里其实还有个小机关 如果说刚刚倒台外侧的隐藏收纳 不幸被人发现了的话 先别着急 里面还藏了个更隐蔽的 你受得了吗 如此高端必须也得带兄弟们洗洗 所以最里面这扇门的背后究竟是哪 原来是个勤王绕终绕 这下好了 买菜回家无需再绕客厅 每天至少少走两万多步 小动线无懈可击 继续看回走廊 还是满眼一堆门 就先从右开始踹 洗鱼中心 依旧如此的高级 空间宽张到没朋友不说 聚上一条洗面池 带洗衣机带双水槽 确保一家好几口人 再也不会因为抢着洗漱 而闹得反目成仇 另外略显高级的小檀面 略显高级的同时 超大号的照妖镜真的过瘾 还有你再看看他这收纳 背后 下面 上面 这家伙我就想问问真的放得过来吗 最后再次滑里转身 一面透明浴室门的背后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一定就是浴室了 圈套小瓷砖设计的不错 唯独不带窗户有点难受 洗澡没有小风景 不行还是别洗了 借了吧 旁边晒一晒 这大小拿来给哈利 好像是有点奢侈了 不行还是拿来当个秘密基地 打打怪猎看看漫画啥的吧 继续下一位 WC可算露出马脚 小颜色挺骚气 还是小层高也属实 令人通畅无比啊 你们懂他 其他倒也没啥好硬扯的了 除了好就是真的好 基本操作 接着这半边的最后一扇 一号房间浮出水面 WC同款配色 咱也不知究竟啥设计思路啊 小柜必须得带 再来就是窗户外面 啊 懂了 也就是说厨房客厅房间 其实都是完全相连的 看哪里经常能看到的格局 只不过这一次 路线直逐渐爆表 左边这张什么 手洗 一招踹开 居然真的是手洗 小黑色跟马里奥似的 去管道风主题厕所 小盖依旧全自动 其他就没啥了 直接掠过 最后还剩两门 只剩最后两个房间了 首当其冲的 还是个小房间 全套大大米 直接拿来给孩子睡挺好的 温馨 窗外面的景色 只转换到了台场方向 小天车四辆同框 竟然被我遇上了 你们说这运气离百大 还能有多远 隔壁最后一个房间 肉眼可见的更像主卧了 面积层高大大提升 光就左边这不如是衣柜 比孩子内屋都大了 你就不要太过分 我微微掐指一算 具体能挂上多少件衣服 不去管它 再来我才发现 这一侧外面居然还有个阳台 正对台场方向 小沙发现坐下来感受感受 糟糕 舒服得差点睡着 还是出去吹一吹小风吧 好了 那么以上之间 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了 淘汰一塌糊涂 所以就这样一趟 那么就我个人来说 那么就我个人来说 这个位置 这个车站距离 关键还有这160平米 以及外面的小视野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尽管咱这都比脸干净 所以也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的房子是直还是坑 要不要看看就好了 记得一定要emiroll留言告诉我 还有如果大家对今天的房子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后台私信我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 评论 分享 收藏 如果想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也订阅 订阅 大家下 我是日本房产兼经人小豪 让我们下期再见